第二題,其實這個題目裡面第二題非常的簡單 那剛剛我們那個題目裡面的第二個題目 第二個題目在這個證照考試裡面的題目 那我剛剛有講過就是說 如果你不太清楚那到底題目要你做什麼的話 你可以先看那個評分項目 評分項目先看一下 那評分項目實際上就是你將來做就有分數的部分 那比如說這地方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題 這一題,ok 把它放大一下 各位可以看一下,第一個剛剛做的 其實寫三行一行一分,三分對不對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使用什麼cursor 在uncreate將資料放在list view裡面 那這個意思其實就一行,一行就三分 哪一行其實各位可以看一下 就是剛剛我給各位看這一行 list view,這個list view01就是我們畫面上面那個 底下的那個list view 那我要怎麼樣把資料放進來呢? 實際上很簡單,你就點set adapter 我想這個地方應該沒問題,前面我們做蠻多adapter 把adapter放進來就好了 不過前面我們用到adapter的狀況是 第一個,spinner有沒有,spinner裡面可以用adapter list view也可以用adapter 還有呢,那個gallery有沒有 也可以放adapter 不過那個adapter是base adapter,是圖的adapter 那今天講到就是說,如果你今天的資料在哪裡呢? 不是在我們的證列裡面或者自傳證列裡面 而是在哪裡呢?資料庫裡面的話該怎麼做 這個其實也是一個sample,蠻好的sample 首先的話,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先把什麼呢?query出來的結果 就查詢出來的結果 把那個資料表裡面的資料暫時存放在哪裡呢? 暫時存放在query裡面對不對? 然後呢,我怎麼樣把它放到adapter 特別注意喔,這邊有一個 我們用enjoy.widge 裡面呢會有一個叫simple simple,褐色Adapter 這個是一個什麼呢?褐色Adapter 也就是說呢,我這個連接器是專門放的 放cursor,那cursor你可以把它當成一個表格 暫時放在這個表格裡面的一個adapter 那名稱的話叫做adapter new一個,產生一個新的enjoy.widge.simpleCursorAdapter 其實跟前面一樣,你可以把它複製貼過來 刮虎之後呢,需要傳幾個參數,各位可以看一下 第一個一定是我們context,就是list 就是我們現在的這一個activity 第二個是什麼呢?畫面 長的是什麼樣子 那一般的話呢,我們可以用外部的 或者用內部的 這個地方我們是用內部 因為它已經幫我們產生一個什麼呢? 名稱叫listor的一個layout 所以我們就指向給它 第三個就是什麼? 科色,有沒有發現 資料主要是放在哪裡? 放在這裡,科色 就是這個東西 那再來的話呢,後面呢 需要放幾個東西 一個是我們的一個什麼呢? 第二個欄位 第二個欄位就是要專門放資料的地方 就是fill2 主要是那個文字的地方 那第三個就是說呢 你上面要顯示 這個裡面的資料怎麼顯示 顯示的方法的話呢 我們可以用那個 r.id.checked 那你想說這個東西在哪裡? 實際上呢,各位可以看一下 在我們的這個 你把它稍微縮小一下 預設裡面呢 就會有一個list 把它打開來 打開到裡面呢 其實就是我們的view的範本 那這裡面的話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裡面的話把它展開來 這裡面的話就會有一個什麼呢? 就會有一個叫 checked的一個testview 我用這個模式來看好了 這個模式來看 裡面的話各位可以看到 這裡面的話呢 就有一個ID叫什麼呢? 叫做 checked testview01 那實際上呢 這個東西喔 就是將來放在listview裡面的一個 一個小小的一個view 那我們現在的資料會放在這裡 再把它用adapter放到listview裡面去 所以這地方的話呢 我想各位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那當然如果說你是針對考試的話 這個部分可以暫時掠過 ok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下一個部分 下一個部分的話呢 接下來就是說 在listview01的什麼呢? on item click中 加入點選listview 任一筆資料時 將什麼呢? 將這個 將值代入到adtest 也就是說呢 我將來 如果點的其中一筆 點這一筆有沒有 點這一筆的時候呢 他必須把這個裡面的資料 放到上面去 這個動作該怎麼做 那你特別注意就是說 我們前面有講過 如果有一個事件 這個事件就是當我什麼? on item click 點下去之後 觸發一個事件對不對? 那我觸發事件之後 我要判斷說 到底他點了哪一筆資料 那我前面我們好像有講過嘛 可以從有一個參數 他的這個資料型態是int 裡面去判斷 如果那個int 它裡面就會回傳出來 到底是哪一筆資料 那我可以從這裡面 哪一筆資料裡面去判斷 並且把這個資料呢 放到上面去 那這個流程我想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的話 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個 第二個部分 這個地方 在我們的雲端上面 各位可以看一下 程式碼裡面的第二 第二裡面的話呢 其實就是題目要的 那框起來就三行這部分 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樣剛好移動到 那個題目要的位置 特別注意啊 這邊的話呢 有幾個部分要特別注意 第一個我們會用到一個叫科色 這個科色就是我剛剛講的 有點像那個資料表 資料表裡面點 那有個方法 就是move to position 這個position就是說呢 移動到你的資料庫裡面的 第幾筆資料 後面呢我傳一個參數 ARC2 為什麼是ARC2 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前面如果是什麼 int 表示說是第幾筆 對不對 移動到ARC2裡面 然後再來的話呢 接下來這個ID 我要取得ID 它的ID值為多少 那我們可以怎麼取得呢 可以從科色點 getint 為什麼int 為什麼int 就是我取得的是0 那0的意思指的是第幾欄 那它的欄數是0是第一欄 1的話是第二欄 所以後面的話呢 我們如果加上0的話 表示說我取得的是第一欄裡面的資料 也就是我先移動到那一筆資料對不對 然後再取得ID 把它存在這個ID裡面 接下來的話呢 我就取得什麼呢 用setTest 去把Cursor裡面電 getString 因為第二欄是String 取得第二欄就是1 再把裡面的資料呢 丟到我的ADTest裡面 那最後呢 讓這兩個Button Update 跟Delete 變為True 不過主要是這三行 我想各位先試著把這三行 先試著把它完成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謝謝大家